現在來到這裡就是老街的C站 屬於東門遊的第一站 一到來老街C站 就已經有個商場仔去逛街 買一下女裝 在這裡很棒 因為全部衣服都超便宜 平民價一點 有些衣服可以低至10元 20元那些衣服 也有很多女生在逛街 款式有很多 在這裡剛才逛了一圈 最多是什麼呢 其實公仔的店也很多 然後買女裝的衣服 都有很多選擇 不過在這裡逛街 有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真的摸到衣服的質地 你說外套可以試上身 也可以摸一下質地 看看是否漂亮 覺得合不合心水 你才去購買 我覺得這件事就不錯 然後你就會看到有些 做指甲、做眼睫毛 很多人都知道老街 有很多收甲、賣衣服 既然現在來到深圳 又這麼輕不想購物 當然要來到這個購物點 去看看它 先看看 一件這些背心仔 就30元, 兩件就50元 25元也不錯 這些香港的話也貴的 也40元一件 但這個的話就30元 其實是不是不錯 129元 有件衣服 有空配襯 有空配襯 衣服 便宜一下 便宜便宜 這裏來買衣服 我覺得不可以說 你追求得質感很棒 我覺得質感至少差一點 因為價錢方面 不過我覺得款式的話 即是現在Fast Fashion的話 想有空轉一下衣服都可以 那你韓國就可以走這個東大門 但這裡就是東門 我剛才看到的衣服是10元而已 這些新款上市29元有一件衣服 都可以的 我覺得這些用來做打底衣服 真的是一件白色 它有些款式的 即是有條鏈在這裡 它幫你配上條鏈在上面 即是有些花臣 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這個價錢很便宜 但質素不是最頂級 但我能接受到的程度 因為如果是買這裡的衣服 還是想快點換款 我覺得質素也不錯 是有時候牛仔褲的質地 我覺得一般 上身的頂級也不錯 打底衣服的 我覺得二十多三十元一件 絕對沒問題 我覺得買二十九元、三十九元 樓上的東西就不錯 這個我覺得不錯 二十九元的東西值得買 十元一件清貨 十元我覺得手感是差一點點的 功率就是二十九元以上的東西 十元、十九元的東西都一般般 當然了,你可以再買一些貴一點的東西 就是多一點布、褲子、大件少許就貴一點 我覺得襯衣服來說也挺好的 這間小房子也挺有色的 在日本通常一間小房子那些 是用來開會的 自己一個坐在這裡工作的 很少會有一個人唱卡拉OK的 這裡一進去就可以購買套餐 現在我們就用五個幣 就唱首單曲就算了,確認購買 不是,唱甚麼好呢 唱大家都認識的歌 好吧,唱後來吧 究竟Kelly是摩音 還是天賴之音呢 導演,推高一條聲來聽聽 在眼淚中明白 有些人一旦錯過就不再 永遠不會再重來 有一個人還愛著那個女孩 不知道咪咪有點臭,要遠離一點 這裡太多人唱過了 包括我在內 謝謝各位,謝謝各位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 這個時段不是那麼多 好,就是聽你我唱歌 來到這裡就是羅湖區最熱鬧的東門 其實在這個位置是一個打卡點 這間美式快餐店 是全中國的第一間分店 所以非常有歷史價值 來到這裡我第一個感覺 我是嘈吵得來非常熱鬧的 現在我是很甘不及待這樣 所以進去看看 究竟有甚麼東西看 有甚麼東西買和有甚麼東西吃 下一兩步 就已經超多人在這裡表演 全部在這裡都在做直播 男女老少也有 這裡有很多人圍觀,不是開玩笑 下一步不夠一分鐘 就停下來看看表演 他們是黑槍 我覺得穿得挺性感的 女生又不怕冷 兩個是有夾過的,他們穿衣服 這裡有很多人 在街上跳舞 挺冷,你看我穿了羽絨 他們完全不怕冷,在這裡跳舞 他們跳得很齊 他們有很多表情 所以給他們一點掌聲 有很多人 今天是平日,但是整條街 入夜一點點就已經超多人了 一邊走一邊看別人 他們跳舞,走一走一走 就會覺得忽然之間會肚餓 其實東門這裡除了買衣服 其實吃東西都有很多選擇 走一走一走就來到這個非常熱鬧的東門美食城 這裡真的有很多食物,很多選擇 有海鮮、滷肉卷、有臭豆腐、牛汁 很厲害 自助火鍋 29元一個人頭 就算在家裡自己想吃火鍋 即是不夠,起碼買100元 但這裡29元就可以任夾 這個自助火鍋挺有趣的 全場爆滿的 看看它好吃嗎?好吃嗎?好吃嗎? 好吃嗎?好吃嗎?好吃嗎? 好吃嗎?好吃嗎?好吃嗎? 好吃嗎?好吃嗎? 他說有些東西要喝 大致上的價錢都是20元、18元 但是都是30元留下 就買到這麼大杯15元就可以了 所以我看到很多東西都很想吃 來到這條街最重要的是什麼? 千萬不要想減肥,吃了才算 一、二、一、二、一 現在我們買了食物 坐在東門町美食城 外面去享受我們剛才買的食物 其實美食城裡的小食都差不多 大家的期望不要那麼高 但也可以,可以治癒大家的肚子 我選了三樣的食物 我之前也有吃過這個雞翅包飯 是不錯的選擇 是來的,還有一個小便 你看它的小便這麼多 還有一個,這個看到很多人排隊 然後我忍不住問問美女吃過什麼 然後我就買來試吃 坐在街上吃東西 是吃過氣氛,吃過感覺 吃過風味,這樣就不錯 當作是一個體驗 我不客氣了 我選的味道是老肉加千張 千張有些像豆腐皮 味道很不錯 我問過剛才製作的依依 我說為什麼這麼多人排隊 他說什麼,他們是整個美食城 是開的第一間店 看到他們這麼多人排隊 我就說好,相信他也好 我覺得還挺好吃的 就是他16元而已,還可以了 買了幾樣東西,不超過50元 都可以嘗嘗吃 走過排隊都挺開心的 我覺得,再看看這個 這麼大,15元的薯仔 外貌有點像魚蛋 大概不是魚蛋 剛才我遠望遠鏢的時候 我都覺得這麼大的魚蛋 不過不是,這個小薯仔 它是不辣,不是很鹹 又不會很膩,又不是很油 我覺得正常發揮 但是兩個人,雖然剛剛好 一個人我覺得會太多 最後一件,我覺得這個真的要吃 是雞翅包飯 這個就是醬汁的雞翅包飯 裡面有糯米飯 加上青豆,你看它 多飽滿 怎樣?怎樣下手? 整個都是糯米 而且它燒得很香 這個推介挺好吃的 作為一個女生來旅行 這裡50元不用買到三樣東西 我覺得會飽 但是可以吃到更多的東西 也便宜了,50元 香港一頓飯也吃不到50元 這裡可以吃到三樣不同的東西 這裡聽說不僅是六點那麼熱鬧 它開到凌晨兩點,一樣爆滿 是不是真的? 但我相信,因為六點那麼多人 晚上一定更多人 我們來吃甜品了 看到嗎?它快滿捨了 我叫的這個是烏麗麻糬 其實這間店鋪在東門區裡 在點檳盤網裡是排名第二的 懂得的香港人都會來這裡吃甜品 為什麼?首先因為價錢 香港吃甜品大概一碗都要 40元、50元一碗 但這裡是22元,就可以完成一碗糖水了 我點的這碗是烏麗麻糬 看到它上面有一點桂花 整碗紫色好像很吸引 看看它先,多濃郁 你看這個,先吃吃 我給它100分 這個烏麗簡直是烏麗 真的沒有添加任何其他… 我還沒吃過這麼濃郁的烏麗糖水 它的桂花味也有加分 吃吃吃就有一個很清香的桂花味 在舌頭飄進你的鼻孔 真的,我沒有形容錯 你先試一口嗎? 我想聽你又不習慣了 我不客氣,這個真的好吃 現在不相信我 鏡頭後面的人不相信我的應用詞 這個是有麻糬,加上一口 我在香港好像找不到這種甜品 這間店很出名吃中式的甜品 其實它最出名並不是我這一碗 最出名就是薑汁壯奶 很多人看見整台,總之兩人吃 一定會有一碗在桌面上 而且這裡離不開,看見餐牌 可能最便宜是16元 17元就有一碗糖水 我這個也算是20元,4、4、5日 就可以吃到,又好吃,重點是好吃 給了錢也覺得我們要有差不多的質量 不只是便宜 下一集,Kelly開箱東門 一間很過癮的智能酒店 是否很智能 小君姐是個好幫手 又試吃十級辣的成都火鍋 太辣了 還約了另一位美女 去到東門著名的眼鏡城 要哪裡可以看? 這個可以嗎? 我覺得這個挺好看